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电视手机然后照片也已经广传了 所以这件事情绝对是一件大事 其实这件事情的严重程度 我觉得跟91撞双子新大楼 跟肯尼迪总统被枪杀 其实是同等级的 其实绝对是超级大事 所以无论如何今天讲什么主题 都一定要cut掉浪给这一个主题 所以我们第一个就讲这个主题 我刚刚讲到影片 其实你要去看特朗普被枪击的那个影片 在网络上有 大家去找我手机也有 但我不需要updoor上来 自己google一下 但照片大家可以看到 这张照片绝对会成为 美国历史上的经典照片之一 绝对绝对 所以很多人问我 发生这一件事情之后 特朗普是不是稳赢了 其实没有发生这件事情 特朗普都是稳赢了 他的对手太弱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大概两三个礼拜前 拜登对特朗普的辩论 任何人 就算你是民主党的支持者 你很讨厌共和党 你看到特朗普你想吐他口水 但是特朗普跟拜登之间选择 你看了那场辩论会之后 没有一个正常人会选择投给 任何正常人看了那场辩论之后 都会投给特朗普 为什么 因为拜登的表现实在是太过糟糕了 你去看那个非常的难看 那一场辩论 因为只有特朗普七情上面在那边讲 然后拜登全程就像一个机器人 目无表情 在那边讲话 然后语速非常的慢 非常非常的糟糕 而且很多问题没有达到 根本没有回答 没有现场感 很明显 他就是站在那边 什么都不知道 不知所措的一个老人家 我很可怜他 一个老人家站在那边 讲已经被训练好讲的东西 所以你看他没有表情 没有激动 然后动作是很迟缓的 就好像机器人一样 你是美国选民 你可能会投给他吗 绝对不可能会投给他 所以在那场辩论之后 其实已经奠定特朗普是稳赢了 这也是为什么 在那场辩论之后 美国你就算是拜登的支持者 就算是民主党的支持者 全部都呼吁特朗普退选 不是特朗普 呼吁拜登退选 因为如果拜登不退选 100%包输 正常人是不会投给你的 只要有看了那场辩论 只要有了解美国 真的是不可能投给你 即便喜欢特朗普 也不会投给你 就像我们马来西亚这样子的情况 行动党很糟糕 做到像赛一样 可是我们也不会去投回教党的原因 最多不出来投票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拜登还能赢吗 你要知道美国 民主党共和党 本来都是五十五十的 你替代我 我替代你 政党轮替是很正常的事情 大家视群立敌 现在你派出了这个 这么浪质的 选民 你要怎样赢 所以特朗普 其实已经是包赢了 所以在这一张照片 在这一个事情发生了之后 其实是就像我们讲 苏埃巴格选举一样 从大胜 变成超级大胜 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这张照片 必然会称为美国历史上 其中一张最著名的照片了 那拜登会不会退选 其实拜登也怕丢脸 因为非常少有 近代是完全没有总统 做了第一任之后 第二任不去竞选 出现这种情况 是非常非常难看的 证明你有重大的问题 所以拜登还硬硬硬着 其实拜登也知道 这样子去选 其实是有败无胜的 然后他为什么要硬着 因为面子 所以这些政治人 像我讲 其实都很爱面子 他不是为了党 是为了国家 很多时候都是为了自己 在拜登这个课题上 也是如此 在那一场辩论会 其实后面有流传出幕后花絮 你看正片是没有的 但是有广传的幕后花絮是什么 辩论完结的时候 特朗普哈喽拜拜 OK很霸气的就走了 然后拜登往前走 他看到楼梯 他单停在那边 整个人好像不知所措 不知道怎么办 连下楼梯都不会 结果要Kamala Harris 应该是副总统 我看不是很清楚了 一个女生上去扶他 他才会从楼梯下 所以我讲 我看那场辩论 真的很为拜登感到可怜 很明显就是一个失智的老人 老人痴呆症的老人 在不知所措 在台上坐着 大家一遍又一遍 一遍又一遍灌输他 教他 洗脑他的东西 所以没有教他的 他连下楼梯都不会了 自理自治的能力都没有了 然后你却要他去 参与全世界最重要的选举 全世界最竞争激烈的选举 这不是一个天大的折磨 所以我当然希望民主党会换人 但最主要还是要看拜登跟他幕后团队 跟他的家人 因为历史地位 对哪里一个政治人物都是 是他老婆 有读有说 我不确定 你看我不确定就说不确定 要他老婆下去扶他下来 非常非常的心酸 你想一下 全世界最大最重要最有钱 最先进最发达国家的总统 下楼梯都不会 然后他可以决定全世界人的身世 他们有一个地球足球包 那个足球包就是美国核武器的 总统是随身携带的 在Air Force One 在飞机上面都随身携带 那一个按钮决定要不要按 是一个老人痴呆症的人 你说怕不怕人 所以特朗普是稳赢的 那为什么又会发生这一个抢击案 所以我们现在回到 我回答了很多大家的问题 我不怕错的 不管外国政治还是本地政治 我的看法 斩钉截铁的分析给大家 不需要魔能量科 如果魔能量科不要讲 你怕错就不要讲 而且我们是有距离分析的 我刚才就把我的理由分享给大家了 所以特朗普是稳赢 回答了很多独有问我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个部分 很多人现在在谣传 就是朗普造假的 你看他没有事情 然后又这样刚好 拍出了这么美的照片 美国国旗就在最后 然后特朗普正闭一挥 你看他旁边的随护 是拉他下来 然后头低低的 大家都怕死 即便你是特工 你是饱受训练的 在枪铃弹与枪声 还在响着的时候 而且你不知道 子弹是从哪里来 那个枪击特朗普的人 在120m外面 你知道120m几远吗 有运动过 有跑步过的独有都知道 100m不是很靠近 所以你看 这些随护 他们是专门受训练 都要头低低 都要保护自己的头 看到吗 特朗普流着血 没有满脸 有人讲他满脸是血 有一点夸张 就是两条血痕 从他耳朵那边流下来的 可是他 人拉他 压他下来 压不下 他站起来 振臂一呼 这一张照片 突出了特朗普的硬汉形象 然后背后又有美国国旗 所以这一张照片 必定会流传 刚才我也讲了 然后这张照片 其实就是为特朗普奠定了圣机 所以拍出了这么无谁的照片 很多人就会讲 很明显就是造假的一件事情 我不得不说 阴谋论不用本了 我讲过很多次 我从来不是阴谋论的幸福者 我们可以讨论阴谋论 但是无论如何 相不相信阴谋论也好 都要根据事实来分析 背后的事实才是重要的 你讲特朗普演戏 讲罢了吗 就像我讲特朗普不是演戏 跟你讲特朗普是演戏 都是废话来的 因为没有任何的理据 所以我不得不说 如果你单纯因为有这一张照片 你就认为他是演戏 是阿扁 我也没有讲阿扁是演戏 但是阿扁的遗团是很多的 特朗普这个案件跟阿扁 是完全不一样的 原因底下我就要分享给大家 首先针对这一张照片 你看有很多照片来流传 大家看到吗 特朗普这些随护 他们的责任就是保护总统 所以他们要包围着总统 枪手你开枪先射死我们 而且很可能他们里面穿的是毕丹衣的 所以他们就保护着 这位总统候选人跟前总统 这张照片你看 镇臂一呼 硬汉铁汉形象 深入明星 美国的国家的标志是什么 我们马来西亚是老虎 美国是鹰 鹰就是鸟中之王 所以美国鹰派鹰派 美国你说他有这种好战的传统 确实有 因为他够强大 而且他是开拓者 美国是开拓者的后代 美国以前是荒芜的大陆 只有红皮肤的原住民 印第安人而已 是英国这些 具有冒险精神的开拓者过去 这些冒险精神的人 都是有热血 所以他们崇尚的都是硬汉 特朗普这些照片 就是把他一直以来塑造的形象 放大了千倍百遍 流传到所有美国人 或者是世界各地人的手机之中 你看 他的血是清清楚楚 看到血是从哪里来 从耳朵这边来 我们先针对这些照片 这些照片流传的很广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照片 因为特朗普正在代表着共和党来竞选总统 而且他是唯一的候选人 其他的候选人都已经推选 已经确认就是他来竞选的 而且胜算是非常大的候选人 所以现在他每一场造势活动 都是选前的前哨大战的 所以他每一场选举 都会有很多媒体在下面拍摄 而且特朗普是语不惊人 死不休的 他讲话是不跟着搞来的 所以他每一场这种造势 或者是这种演讲 都会有很多媒体出席 我问你这么多媒体出席 拍到这些照片有什么奇怪的 而且不要拍这种照片 他除了要有很多媒体在之外 还有一个先决条件 就是这些媒体不怕死 当枪林弹雨枪声在响着的时候 你是保护自己还是拍照 这么碰巧 拍那张照片的人 就是普利之奖的得主 普利之奖你知道多么难答吗 跟奥斯卡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记者界的奥斯卡 曾经有一张很著名的照片 突婴站在非洲小孩要饿死旁边 看着他 那一张照片就得到普利之大奖 为什么突婴在那边看 因为突婴不吃活着的食物 突婴在等着这个小孩子死 然后要吃他 这一张就是普利之奖的得奖的照片 普利之奖的得主 我不懂他是拍照片得普利之奖 还是写新闻得普利之奖 反正他就是了 他刚好也在那边 所以他马上也不为枪林弹雨 拍下了这一张经典的照片 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一张照片会流传的原因 这一点大家要明白 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 讲因为有这张照片 所以这些是造假的 根本就是一点logic也没有的事情 你不要跟我讲 他可以收买这个普利之奖 普利之奖代表的是新闻从业园 所有的媒体从业园 操守的最高体现 可以拿普利之奖的人 都是媒体之身 新闻之身 你讲他要跟特朗普 一起造假的可能性有多大 更别提 除了这一张照片之外 很多人拿阿扁来比 我在飞机上跟系大哥讲 我就讲 其实其他的东西 我们先不要讲 当然有很多东西可以反驳讲 这个是造假的 举一个例子 其他的不用谈 这个是最强大的例子 阿扁被枪击的时候 他是总统 他是总统 意味着他是什么 检控官 警察 全部都在他的指挥 甚至是法官 他可以影响 他可以控制法官 他调查的人 去抓人的人 全部都在他之下 所以 陈水扁枪击案 有很大的造假空间 而且陈水扁是没有给人看到 当场的伤口的 你有没有中枪 根本没有人知道 所以一直遥传 陈水扁肚子上的伤口 是手术刀划出来的 如果你follow这个新闻 就会知道 没有看到他 有一枪击 大家围上去 然后就把他送去医院 然后就说他肚子送大 然后照片传出来 这么像手术刀割的 大家还记得吧 记得的图有发个 他是总统 他当时在选举 要进行第二任 特朗普现在是总统 我问你 他在赢者的时候 基本上 拜登上就是特朗普赢定了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特朗普还要搞一个 枪击戏剧来为自己拿票 首先根本不需要 为你赢者 更重要的是 你再做一个今天豪赌 而且这个赌博 你赢的几率只有10% 输的几率是90% 因为FBI CIA 全部都在拜登 都在民主党的掌控之下 如果你去造假 他们尽全力去调查 诸事 所以不要看不起这些警方 不要看不起这些调查人员 一调查出来 是你自导自演的 你那个拍你照的记者 是有收你钱的 然后那个枪手 是你的支持者 什么等等等等等等 你不是搬起石头来砸自己的 你本来都赢定了 所以特朗普根本 你不要把特朗普当白痴当杀的 他根本没有这个动机造假这一个枪击案 所以你单从这一点 特朗普不掌握权力 你就可以知道肯定不是陈水扁枪击案的翻版了 所以这一点其实是最直白的东西 大家不要阴谋论上瘾 太喜欢看小说 太喜欢幻想 所以随便随便演戏的啦 这样戏剧话又没有打死特朗普 不可能的事情 单单从这一点你就知道 现实上是执行不来的 特朗普无法造假来执行这一个情况 除非他是总统 可是他不是 他不是陈水扁 你想一下如果陈水扁当时不是 他连战是总统 他是副总统 这个枪击案 找找所有的资料 包括他的医生 全部都被叫去警察局去问话了 哪里还会有后来这么多余团 就是因为一直掩盖着掩盖着 所以疑团才会多 大家才会怀疑 去单听这一点就可以知道绝对不是造假 而且更重要的是 陈水扁的枪击案没有造成人民伤亡 这个枪击案 特朗普不只是当场中枪 当然有人讲不是中枪 因为提词器 大家有去看过这些大人物演讲 在他前面是一片玻璃的 有些有两片 我以前以为是防弹玻璃 我问过这个问题 问我警察的朋友 那个是防弹玻璃 防弹玻璃只保护头有用 而且防弹玻璃只保护一个角度 跟我同样认为是防弹玻璃的朋友 8个5 后来我才知道是我自己孤肉寡闻 那个是提词器 就是你的讲词可以先 upload上去 然后会在那边出来 就像我们车的head up display 一片玻璃上面可以有字打在上面 你就可以看到 只有你看得到旁边人是看不到的 所以那是一个提词器 不是防弹玻璃 这个小知识也分享给大家 我在大学之前都一直以为 那个是防弹玻璃 就是在大学的时候我的同学是有警察的 我就问他 我真的觉得很奇怪 那个玻璃有用吗 防弹玻璃 要保护他 那个玻璃根本一点意识都没有 只保护这个角度罢了 人家前面来开枪 结果他跟我讲也是提词器 我才懂 其实特朗普有没有中弹 现在是众说分云的 看起来 看这张照片其实是没有中弹的 他的伤口是 子弹打到提词器 然后提词器是玻璃 玻璃碎掉 割到他所流出来的血 所以他本人并没有中弹 所以他如果中弹 他没有办法可以举手了 中弹的痛是非常之痛的 大家不要看电影 那些英雄中弹了 还可以跑来跑去 还可以开枪 因为子弹打下去会扩张的 除非你只是给他擦过 那个几率少之又少了 比较大可能是玻璃碎片割到 当然有人讲是子弹擦过了 但现在还不知道 但我看照片来看 应该是玻璃割到的情况比较大 但无论如何 这个子弹打到提词器 就表示什么 这个提词器 你有看过的人都知道 一定是在这个角度的 跟你的头是平高的 跟你的眼睛是平高的 因为你的眼睛 你头不需要抬 不需要低 你就可以看到上面的文字 所以他必然跟你眼睛平高的 那他子弹打提词器 就表示他要打你的头 这一个是处心积虑的方案 他就是要杀斯特朗普 不然不会瞄准头来打 如果只是演戏 打手打脚 打讲台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瞄准你的头 瞄准这个提词器来打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现场有一人死亡 重担死亡 然后这个枪手 也马上被击毙 在120米之外 马上被抓到被击毙 照片也已经流传出来了 如果是造假 我问你 哪一个枪手 会为了钱把自己的名 生命来打伤不可能的事情 当然有 但是少之又少 像古代 大家还记得荆轲是秦王吗 要去跟樊渝区借头 借你人头一用 这种事情在古代 这种慷慨激昂的社会才会有 现在少之又少了 没有了 所以这些种种来看 你就可以知道 讲是陈水扁翻版 真的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大家不要去相信那些阴谋论 从这里来看就可以知道 所以特朗普枪击案这件事情 你问我是谁做的 也不会是民主党 去叫人去射杀特朗普 民主党也没有这样下座 输政权就输政权 赢政权就输政权 又不是没有输过 又不是没有赢过 但是你要知道 特朗普他强人形象 狂人形象 他有很多仇恨他的人 而这些仇恨他的人是很怕 他上台之后 把他这些政策贯彻到美国之中 所以他们就想用自己的生命 来换特朗普的生命 不给他赢 所以其实你说针对的是两党政治 民主党跟共和党 我觉得不是 其实最主要还是 你对特朗普的个人人缘 而不是民主党跟共和党之争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所以我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绝对不可能是演戏 你从我刚才看 那个设计的情况 设计的位置 现场发生的状况 然后有人命伤亡 然后特朗普又不掌握政权 根本没有任何造假的空间 所以那些说是造假的人 拜托不要人云亦云 不要看电视看上瘾 看小说看上瘾 回到现实吧 Christopher讲 历史上美国有四位总统被枪杀 其实我刚才讲到很经典的 肯尼迪枪杀案 大家可以去找 那一个枪杀案 是有影片记录的 美国总统 美国其中一位最广位 我不会说肯尼迪是最伟大的总统 最伟大的总统 我之前有讲过了 有分享过给大家 但他绝对是 最影响美国 或者是美国最家喻户晓的总统 前五名 肯尼迪总统一定有 肯尼迪总统的枪击案 也是照片影片全世界流传 你可以去找 如果你不能够接受这些很惊悚 很恐怖的照片 你不要去找了 你去找 如果有去找的人 找一下肯尼迪总统 中枪之后的情况 中枪绝对不是小事情 绝对不是小事情 所以大家可以去找 为什么那时 肯尼迪总统在 之前的年代 还会有这么多影片 有这么多照片 也不是碰巧 因为他在出席一个庆典 他在游车上 有活动在巡游 所以全部人都在拍着他 万众瞩目 结果中枪 怎么可能那么准 只射到耳朵 这些人就是废的 你可以讲他准 可以讲他不准 但是不是射到耳朵 不知道 有人讲拿血来抹上耳朵 像给枪打死的人 是哪里来的子弹 特朗普丢的子弹 用手丢丢死人 所以回到现实 不管是不是我的铁粉 还是黑特 我们都是回到事实了 不要人云亦云 不要自以为是 回到事实去 你讲他射到提词器 100米之外 你知道提词器有多大吗 比我的iPad小 差不多是11寸的iPad这么大 100米之外 我告诉你 你都看不到那个提词器大小 提词器就差不多 跟我们的人头这么大 你看100米之外的人头 你还看得到他 我讲你厉害 跟蚂蚁这样小 他可以打中那个提词器 你还讲他不准 这种就叫站着说话 不要疼 因为你的无知 所以你才会有这么多的阴谋 因为你无知 你不知道100米的距离有多远 你不知道提词器有多小 你不知道100米之位 要射中标靶有多么难 而且提词器的大小是比标靶还要小 你叫奥运选手来 我跟你说 马来西亚你100个可能找不到10个人 可能只有几个人可以在100米外射中目标 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不要因为自己的无知而丢脸 当然无知之人不会觉得自己无知也不会觉得丢脸 但我们在旁边看来是为他感到很可笑 也为他感到可怜 肯尼迪他老婆趴在车上伸手的影片很触动 大家可以去看 胆小者不要去看 那个照片会尤其是肯尼迪的遗照会吓死人 美国总统是高危行业 但是危险程度没有韩国总统那么大 有机会我跟大家讲一下 全世界最危险的职业韩国总统 韩国总统90%是出事的 自杀室坐牢或者是被枪杀被绑架 都有善终的只有不到10% 韩国总统才是最危险的 美国总统也很危险 出事的几率大概30-40% 有人统计过 有意外的几率30-40% 但是没有韩国总统来的大 我看到有独有说100米外不会太难 你有跟专业的讲过 你觉得不难是因为你玩游戏 事实上是很难的 Sniper 100米 风速距离移动都会影响 我有跟专业的了过 我们的天文大哥有枪的 有玩Sniper 有玩这些的都有 有自己的靶场的 有自己的保安公司 有自己的枪械公司 军火公司的都有 没有车大炮的 然后我跟这些警方特警是聊天过的 我有问过他们这个课题 你不要以为100米 玩Counter Strike 好像很容易这样子 现在没有人玩Counter Strike 这个也是讲了就暴露年龄 有玩过Counter Strike的发个5 很容易好像 但现实跟电玩总是有差别的 比如我们玩PUBG 你从二楼跳下来 雪都不会少一滴 现在好像会少一点雪 你试试看 你从二楼跳下来 你还可以跑 还可以跳 你是很厉害的人 所以100米非常困难 而且据传这个枪手 我没有去看详细的报道了 据传这个枪手 用的不是snipper 又不是这个狙击枪 狙击枪你可以远程瞄准 他不是用狙击枪 如果真的不是用狙击枪 难度是更难更难了 更难更难 所以大家不要因为玩game 就觉得好像100米是subsub水 subsubwater 没有subsubwater 所以问一下专业的 所以我一直说 有一些是因为你不知道 所以你觉得很简单 所以我们要知道多一点 尽量去吸取更多的知识 现在CS2 好像现在还有CS吗 应该没有人玩CS了吧 PUBG大家都在玩 但PUBG是连线 以前CS也是可以连线的 七八个人这样打 去网吧打 其实是很爽的 有读有问 会不会有外国介入的关系 当然很多外国想介入美国总统大选 但是没有这么容易了 因为美国是全民普选 而且他的两党制是非常非常成熟的 所以你外国要插手的空间很低 你说外国不管是中国朝鲜 美国俄罗斯伊朗 这些跟美国明目张胆的仇敌 或者是塔利班 塔利班这些恐怖分子不讲 这些国家 因为你问的是外国这些国家插手 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因为没有人敢去驴虎须 你这个世界上是只爆不住火的 如果你真的收买枪手 去刺杀美国前任总统 现任总统 你这个等于宣战罪 你承担得起后果 没有被抓到 当然没有事情 被抓到被调查出来 世界上 现在你做什么事情 其实要trash都是很容易的 所以不要以为躲在键盘后面 就没有问题 警方真的要抓你 真的要找你 一定会有蛛丝马迹的 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间谍会被抓到 我们现实社会是有间谍存在的 所以你说外国敢明目张胆 买修杀美国 杀特朗普 美国前任总统 现任总统候选人 这个我不认为是事实 没有国家敢 因为你承担不起这个后果 你被发现 阿富汗就是你的下场 阿富汗为什么会这样子 911 911说他是打美国直接派军过去 你虽然不是你你是国家 但你包庇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在你国家掌权 那你同罪 所以我要把你赶出这个国家 所以你问我是国家 其他国家的可能性不大了 比较可能是这种狂热分子 对特朗普有非常大的仇恨 才会做出这样子的行为 当然恐怖分子是有可能的 恐怖分子是不计后果 不计代价的 所以乌鲁拉 那个绝对是恐怖分子 他们为了达置目标 根本都不管 所以一个人拿着一把刀 就敢冲进去警察局 就敢去警察局行凶 正常人是不会这样做的 但恐怖分子是疯的 所以恐怖分子有可能 你说是其他国家 我刚才分析给大家的 可能性不高 所以这讲题分享给大家的